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12月1日晚在海南三亚开幕 中国知名导演谢飞 以及赵雅之、李若彤、任达华、陈小春、陈思成 昆玲、张义、杨幂等影视明星参加电影节 当日开幕式红毯上群星璀璨 影视演员们称赞海南气候美景的同时 回应影迷们关心的健康与工作平衡的问题 许多影视演员表示 各个行业职业都有各自的压力 演员这个职业也是一样 有时工作强度超乎大家想象 我觉得从我第一天工作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没有一份工作就不辛苦了 辛苦才好玩 不辛苦那么容易的工作你醒我吧 经常会有那种 就比如说发烧烧到快40度 然后还得要坚持拍摄 都会到手发麻的那种状态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 其实是心脏衰竭才会手发麻的那种状态 演员们通过什么方式调整自己状态 陈小春、苗妙、范鸣透露自己的方法 那你怎么调节你的工作这个休闲时间和这个 接触完就回家好好休息啊 方式睡 你有什么休息的实际上吗 什么想象 现在有小朋友我就可以跟小朋友玩 就在家带娃 对 带娃是你的 我觉得挺爽的嘛 对 就只能是在能休息的时候就多休息 就抓紧一切时间在车上啊或者哪里就是多睡觉吧 而且在工作当中就要注意休息了 一旦当中查控一旦休息 确实现在身体不敢过劳 确实人人警惕 真的注意 是这样的 就随时保证 在最大限度保证睡眠 你有什么样的角度吗 就这样 我跟你讲 晚睡晚起早睡早起 根据你把生活中不可能按照规律 就把自己放空 比如我拍夜戏 拍到一两点下半夜 那我第二天我就要睡到十一点 我要保证至少七小时睡眠 就要根据晚睡 根据不同时间来 中途补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